童年的阴影是如何影响你的爱情观的 一说起这个阴影 好像很多人都有共鸣 啊,我出身不好 啊,家门不幸 而且这个阴影啊 它会影响到方方面面 不只是这个观念 但是我们拿这个来说事 也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因为这个阴阳嘛,男女嘛 比较有代表性 其实那好家庭很多 首先有一部分是很不知足 因为小孩子嘛 看外面的世界 除非他很小的时候 给他一个碗什么 他都高兴 一个吃的 他就笑半天 那大一点 看到外面世界 哎,怎么他有内果没有 那你有这个他没有 怎么不想 很多诸如此类 眼睛是往外长的 欲望开始不断的膨胀 在这结束了后天的世界 很少人自我反省 内观 当然了 当然了 实在的发展 跟父母也有代过 观念也有不同 所以家庭 其家这一关 其实是基础 也是很重要 很难的一点 大多数 都不是好命 所以很多家庭 往往 小孩子 小时候就感觉到 有各种的不行 小时候他 反而是最灵魂 反正主观 客观 各种原因 导致 能不能说回来 说这个 一个家 父母 男女 阴阳 如果不平衡 如果男的很强势 那阴的就很衰 相对的呀 男强 女弱 这样的家 才阴阳平衡 但是现在时代 普遍是颠倒 阴阳倒置 本末颠倒 母鸡大鸣 公鸡下蛋 不得不再讲 复旦至少 所以这种 阴阳倒配 所产生的 看似 也是一种配 也是平衡 但是 阳的 他内心 他本身就是 再怎么说 也是阳 吃到这里 出问题 那这种家 生出来的孩子 如果是生出来 女孩 阴的 他一定会 随母亲一样 比较强 如果是男的 他就比较衰 那就是这个道理 你细节 仔细去推 就是 那小孩子 大多数 受家庭影响 主要嘛 十九八九 都在家嘛 那么同样 男太强 女太弱 也是生出来的 孩子 男 强 女 所以你 得偶啊 这一关 真的很重要 他一代一代 会传下去 至少影响你 三代 翻不过身来 你不要想 你有多伟大 了不起 没有 从家里这个格局 就给你固化了一部分 就算你出去 什么叫阴影 你血脉里面 即使你不想起这些 你也会主动 有这些所谓的基因在 你除非受了 长时间的外界的 其他的寻找 自我的调整 之后 才有可能一点一点感觉 如果你父母都很弱 或者父母都很强 这又是一个极端 都很强的 他从小很弱 长大 很强 比谁都强 都很弱的 那又